你知道百十年前的清朝社会是一幅什么样的场景吗? 1908年,法国富豪二伯,卡恩,花费23天的时间周游了中国, 并在清朝各地拍下了许多珍贵的影像档案。 这些档案记录下了晚清社会的面貌,也记录了清朝人的生活场景。 接下来,就让我们跟随卡恩的镜头,一起走入百十年前的清朝。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清朝人见面打招呼的场景。 画面中身穿黑色服装的年轻人半蹲着向长辈行打千里。 而长辈则向其还达千里,由此可见两人都是满足人, 因为达千里是满足才有的特色见面里。 这是又过来一人,他向两人作一,由此可见这是一位汉人, 因为作一是拱手礼,而拱手礼是我们汉人才有的传统见面里。 三人见面相互问候,而后各自离去。 这是一对正在吃早餐的夫妻, 镜头前这位男主人身穿一身绫罗绸缎, 女主人则身穿宽大繁复的衣裙, 透过他们的穿着和周围环境, 可以得知这对夫妻的家庭条件很是饮食, 因为在当时的社会, 大多数普通人家都处于衣不遮体, 食不果腹的状态。 镜头一转, 两位八旗子弟正在镜头前吸食鸦片, 他们无力且贪软地躺在床上, 每吸一口似乎都十分享受, 而在享受鸦片带来的快感时, 其毒性也在耗光他们的精气神, 更在摧残着他们的身体。 鸦片在当时不仅毒害了许多中国人, 也让清朝的白银大量流出, 加剧了清朝的衰亡。 这是晚清时期地方团练的场景, 明末清初, 骁勇善战的八旗士兵横扫大明军队, 在清朝入关后, 更是以摧枯拉朽之势荡平各方势力, 当时的八旗士兵可谓是所向披靡, 但到了清晚期, 八旗士兵连骑马射箭都成问题, 太平天国起义后, 八旗军队更是一处击溃, 故而晚清时期, 清政府授权各省在机关园可自行招募士兵进行团练, 让腐朽不堪的清王朝多延续了几十年命脉。 这里是清朝的寺庙, 现场人山人海, 进乡的人络绎不绝, 由此可见寺庙不仅在现代颇为热闹, 在古代更为旺盛。 在老北京的集市上, 清朝八旗子弟聚集于此, 他们坐在桌子上品着龙井茶, 相互之间斗鸟唠嗑, 生活很是惬意。 而另一头的场景, 出现更多的则是普通百姓, 这里显然更有市井气息, 有挑着笼子卖鸡鸭生琴的, 也有在地上摆摊卖瓷器的, 还有众多人聚集围观在看表演的, 看上去热闹非凡。 最后一个镜头是清朝时期的葬礼, 画面中送葬队伍看上去极为冗长, 就在同年, 清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相继离世, 此时距离满清王朝的灭亡仅剩三年, 1911年伴随着武昌起义爆发, 各省相继独立, 摇摇欲坠的满清王朝在统治中国268年后最终画上了一个句号, 而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也自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。